天父的孩子 今天都好吗 谢谢上帝让你陪我一起灵修 十篇三十二章二节 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以前我们常被提醒 要好好的认罪悔改 向自己的罪死去 我有一个朋友 他被教导要每天认罪 所以他睡前都要花一段时间 把当天的行程想一次 看看有什么需要认罪的地方 他说啊 有一天 因为都没有出门 实在想不出来要认什么罪 但又担心有罪没有认到 就整夜都睡不着 非常的郁闷 但是圣经是怎么说的呢 圣经说 上帝不算为有罪的人 这人是有福的 这句经文不是在说 没有犯罪 或是不会犯罪的人是有福的 圣经说的是 犯了罪 但上帝不算为有罪的 是有福的 为什么你有罪 但是上帝可以不算你为有罪呢 这是因为 无罪的耶稣 亲自为你挂在木头的十字架上 担当了你的罪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 耶稣被挂在木头上 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义上活 因他的鞭伤 你们已经得了医治 这节经文里的义 不是指对的行为 新约里的公义 一项都是上帝所赐的礼物 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天父的孩子 都有丰盛的恩典 与公义的礼物 耶稣就是你的公义 因为耶稣的鞭伤 你已经得了医治 罗马书八章一节说 那在耶稣基督里的 就不定罪了 天父的孩子 这句话是对你说的 你已经住在耶稣基督里了 谁能够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你呢 有上帝称你为义了 谁能定你的罪呢 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在就在上帝的右边 正在替你祈求 你是有福的 因为耶稣不算你唯有罪 但没有什么能够使你 与基督的爱隔绝 靠着爱你的主耶稣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谢谢你播出宝贵的时间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做今天的祝福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你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你而死 又为你复活 因着耶稣的血 天父已经赦免了你 过去 现在 未来所有的罪 耶稣就住在你的心里 你已经因信称义 永远得救 你是蒙恩得救的一人 你必因信得生 你的祷告 已经蒙神垂听 你已经大大蒙福 深深被爱 被受恩宠 永远记得天父爱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